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借这个节目来表达 我对父亲 母亲 希望他们能够健康 平安长寿 那是我小时候 常坐在父亲街头 父亲是他灯天的帖 父亲是那拉扯的牛 忘不了出茶淡饭 将我养大 忘不了一生参谈 半壶老酒 我觉得我一路走过来 我比较感恩 愿天下父母 平安渡春秋 谢谢 谢谢 其实王大哥在 在整个的歌上面的话 我们看到是 实际上听的是一句都不在调书上 就是他能够 很在这个舞台上 这个不太善于讲话的人 很释放 我觉得他今天 不管到最后 找到工作没有 他把他对父亲母亲的那种感情 给他表现出来 他很专注地表现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事 我觉得我不太同意徐岛老师说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是三十八岁了 他来到这儿 其他上的优点我们看得见 比如他有责任心 他懂得感恩 他很热爱生活 但是他在舞台上 他的这些经历 他的这种优特质 在工作上没有产生任何的转化 所以我觉得他既然来到这儿 那我们就应该告诉他 帮助他 让他怎么样把他这个优势 在工作当中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 他不善言辞 但是这个说实在话 有的时候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 有些很会表达自己 很懂得表现自己的人 表面上认为 我爱一个人 是我懂得知道你心里的所思所想 但往往像这样笨拙的人 才真正地懂得去心疼父母 每一刻的欲言又止 很多不会表达的人 其实他的情感 比很会表达的人要重 所以你看他 虽然唱得不好 你一点也不反感 但是你要让他 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跟 这份厚道 这份爱 这份诚恳 全都转移到工作当中去 他表达不出来 他就不适合这个舞台 但他已经来了 你们也已经用灯来表达了 对吧 只剩了一盏灯 我先说 我真的是有岗位的 我们是做青少年 青少 幼 这三个组的那个 篮球和体能培训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是需要有 课程顾问这个岗位 你觉得能不能接受 我 OK 我明白了 没问题 就是 即使你不愿意选择这种销售岗位 那我刚才其实我留灯 也是因为你有匹配 所以你能在这个舞台上唱出首歌 我也觉得 希望你能够 因为你唱过了 来过了 然后能够更放松一点 希望你能够更快乐一点 好 谢谢 释放了自己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线下再去找一找吧 好的 好吗 谢谢你 好的 非常成功 再见 或者是再去创业 或者是再找一份工作 愿意分享 你愿意 wins 是的 我愿意 咱们